第十六届北京东京论坛 传递善意为促进中日民间友好做出贡献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向第十六届北京东京论坛发表视频致辞 他回顾了今年疫情发生以来 中日两国民间为支持对方抗击疫情的积极互动 强调民间友好始终是中日关系的基石 不过王毅也援引论坛主办方在会前进行的民意调查指出 中国民众对日本的好感度上升至45% 但日本民众对华好感度却下降到10%的新低 这种反差值得重视 他强调两国需要拓展共同利益有效管控分歧 在我看来日本社会的对华认知似乎出现了偏差和问题 中日之间既有广泛共同利益也存在一些矛盾分歧 需要妥善把握和处理 对于双方的共同利益 我们要不断拓展弘扬 使之成为连接双方的坚实桥梁和纽带 对于分歧和敏感问题 我们应该把它放到适当的位置 进行有效和建设性的管控 在事关对方的内政问题上 要坚持相互尊重 体现作为近邻的理解和包容 如何解决两国民众感情的温差 促进民间友好 王毅在致辞中尤其强调了媒体的作用 他并提出三点建议 希望媒体在报道对方国家时 追求真实传递善意 两国媒体在报道对方国家时 不应刻意的裁剪 而应当将实际情况完整展现 坦率地讲 一些日本民众对中国的认知 因为缺乏真实和全面的信息 而有所偏颇 中人两国社会制度不同 媒体报道的理念也有诧异 但我们双方应当跨越这些不同和诧异 以更加包容和友善的态度 推动两国人民更好的相互理解 更多的相互认知 王毅在上周刚刚结束了对日本的访问 双方就周日关系达成五点共识和六项聚集成果 王毅在至此中指 两国媒体也应当思考如何让两国人民越走越近 而不是相互疏离彼此猜忌 他呼吁两国媒体应聚焦中日之间的正向互动 展现出亚洲和世界发展的新愿景 中国国务委员监国防部长魏凤和29号前往南亚邻国尼泊尔进行一天访问 分别会晤了尼泊尔总统班达里总理兼国防部长奥利 以及尼泊尔军队参谋长塔帕 尼泊尔总统班达里在会见魏凤和时说 尼中友好远远流长 尼泊尔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抗议成功 对中国坚定支持尼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声表感谢 尼泊尔积极参与中方一带一路倡议 愿进一步密切各领域关系 不断深化两军友谊与合作 尼泊尔总理兼国防部长奥利 在会晤魏凤和时表示 尼中建交65周年来 友好合作广泛深入 明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 中国建设发展必将取得更大成就 尼泊尔忠心感谢中方多年来 对尼军建设的大力支持 相信此访必将进一步推动两军合作 深度发展 魏凤和表示 去年两国元首成功互访 将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 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中方高度赞赏尼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坚定支持尼维护国家独立 主权和领土完整 中方将继续与尼方保持密切沟通 深入开展务实合作 一如既往为尼军建设提供支援帮助 为两国人民福祉和地区和平稳定 做出更大贡献 29日下午 魏凤和又与尼军参谋长塔帕举行会谈 双方就国际和地区形势 两国两军关系等深入交换意见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相关话题 我们请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 为大家点评分析 郑先生中午好 你好你好全全 郑先生我们看到这次中国国务委员 兼国防部长魏凤和 在疫情期间访问尼泊尔 对此您认为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确实这次魏凤和部长到尼泊尔访问的 这个时间是比较突然 因为从目前内地的官方媒体来看 还没有全面的报道 但是在上周六的时候 由印度的媒体首先披露 尼泊尔的官方是邀请威凤和 到加德满都进行访问 那么这个时间点特别的敏感 因为在此之前 大概是在一个星期左右之前 印度的外交秘书 施琳格拉曾经到尼泊尔访问 而在11月初的时候 印度的陆军参谋长 加勒曼尼 曾经也到过加勒曼都 那么这次魏凤和上将到尼泊尔访问 他率领了一个比较大的代表团 大概是有23人到尼泊尔去访问 随终他到尼泊尔访问 所以这个时间点上来讲 应该是比较令人关注 特别是在中印边境地区 对峙长达八个多月的这个期间 那么尼泊尔又一直被西方认为 是中印之间这个争夺的一个缓冲地 所以这次魏凤和上将到尼泊尔去访问 具体有哪些内容谈了些什么样的一些话题 目前还没有详细的披露 但是不管怎么样 中国和尼泊尔是山水仙岩的友好邻邦 两国的交往 有数千年的历史 去年的11月13号 国家主席习近平又成功的对尼泊尔进行了访问 国事访问 这也是23年以来 首次有国家的元首 中国的国家元首到尼泊尔访问 而且在习近平主席在尼泊尔访问期间 签出了一系列的双边合作的协议 也包括一带一路 因为我们知道尼泊尔是在2017年的时候 就已经加入到了一带一路这个长一 那么另外呢 就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项目 就是从西藏到加德满多的一条铁路 目前呢 也正在锦罗密鼓的这个计划当中 所以呢 中尼两国之间的友好传统的这种友谊交往 不会受到任何外来因素的影响 那么我也相信啊 随着这次魏凤和部长 对尼泊尔的成功的访问 中尼两国两军之间的关系 会得到基本的加强 全权 好的 谢谢郑先生的点评分析 再来看到美国方面 美国后任总统拜登 日前和宠物狗玩耍的时候 不慎滑倒扭伤脚踝 造成了轻微鼓劣 可能需要穿防护靴 那过渡工作方面 拜登将会在30号首度听取总统情报简报 还将会公布财经团队的提名人选 美国后任总统拜登继续阻隔工作 继国安外交团队之后 最早将在30号公布财经团队人选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等多家媒体报道 三名核心人员都是女性 如媒体此前报道 美联储前主席耶伦将获提名出任财长 成为美国首位女财长 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将由左翼智库美国进步中心总裁坦登掌管 而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者鲁斯将出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 他专研劳工问题和贫富不均 另外前总统奥巴马政府的环球经济高级顾问阿耶默 将成为首位非裔副财长 拜登将在第二天带领新团队见记者 有分析形容这个团队回归理性 助政才能而不是意识形态主导 新冠疫情之下 新团队将面临重振经济的巨大挑战 也要解决民主党进步派想处理的种族贫富差距问题 而在29号 拜登国度团队率先宣布 白宫通讯团队的高级官员人选首次全部由女性组成 奥巴马时期的白宫通讯主管普萨基将任白宫新闻秘书 曾任拜登副竞选经理和宣传主任的贝丁菲尔德 将担任白宫通讯主管 拜登竞选团队高级顾问桑德斯 将任副总统的高级顾问和首席发言人 他曾在竞选活动中拉走示威者 表现永悍 78岁的拜登将成为美国史上就任时最老的总统 健康备受关注 他日前与爱犬玩耍时 不慎滑倒扭伤脚踝 CT检查显示脚长有发丝大小的轻微骨裂 未来数周可能需要穿戴防护靴 拜登离开衣物所时步履蹒跚 但没有使用任何助行器 总统特朗普发表推文 祝愿拜登早日康复 富豪卫视综合报道 现任总统特朗普挑战大选 结果的行动是继续受挫 威斯康星州29号完成了重新计票工作 却任由拜登胜出 而特朗普在大选结束之后 首度接受媒体专访表示 无法确定最高法院是否会审理 有关选举舞弊的上诉 特朗普与家人在戴威云共度 感恩节假期后返回白宫 他在接受福克斯新闻电话访问时 再次在没有提供证据下 指控选举出现大规模舞弊 但他认为目前的问题是 难以将选举舞弊指控的诉讼 交到最高法院处理 怀疑能否以法律手段 推翻大选结果 波特朗普强调会继续挑战选举结果 这种想法在六个月内都不会改变 另一方面 威斯康星周二十九号 完全重新计票工作 即早前没有握机线 确认拜登胜出后 但恩现金重新计票后显示 特朗普多取四十五票 但没有影响整体结果 拜登在威州的总票数 人家特朗普多出两万票 取得当地时招选举任票 特朗普团队前先后在佐吉亚州 宾夕法尼亚州等关键州份 陆比法院试图阻止 确认选举结果 但都失败收场 凤凰卫视综合不到 外媒报道 英国政府将会在三十号宣布 自明年九月起 英国通信公司禁止安装新的 华为5G设备 路透社引述金融时报报道称 这是英国试图将华为设备 清除出英国5G网络计划的一部分 这一决定让英国业界感到惊讶 因为当局仍然允许在今年年底之前 购买华为设备 并在2027年之前使用华为设备 期限限满的时候才必须全部拆除 而业界方面仍然在努力制定这一时间表 这次禁令意味着 业界的华为设备大部分库存已经没有用 报道称 英国数字大陈道登在声明中将华为公司称作高风险卖家 并声称 其对所谓国家安全造成的威胁 但是业界认为此举会拖延英国5G建设并且让成本大增 朝鲜劳动党29号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主要议程是经济问题 朝中社报道会议在劳动党党中央本部大楼召开 劳动党委员长朝鲜国务委员长和武装力量最高司令官金正恩主持 主要议程包括改善对经济工作的指导 执行当前经济任务问题等 会议研讨并决定听取明年1月召开的劳动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筹备情况 并采取相关措施改编党中央委员会相关部门机构 改善党对经济工作的指导 执行当前经济任务问题等主要议程 报道指出劳动党中央政治局严厉批评了经济指导机关 认为这些机关没有按照客观环境和条件做好对负责部门的指导 强调要在执行经济政策时彻底保障科学性 中央政治局同时深入讨论了就执行今年经济任务的重要问题 并通过了一些重要决定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休息一下广告回来有财经消息 稍后见 欢迎回来 看到股市方面 亚太区股市今天个别发展 目前韩国股市下跌大约0.3% 日本和台湾股市在平盘的附近徘徊 而内地互升两市震荡走高 宏观经济数据理想提振大盘的表现 互指中午报3444点上升36点 升幅1.07% 半日成交2885亿人民币 深层指中午报13786点上升96点 升幅0.7% 半日成交3085亿人民币 香港股市方面恒升指数低开41点 随后震荡走弱 中海油船被美国纳入黑名单 股价急错超过一成 恒指中午报26760点下跌134点 跌幅0.5% 半日成交842亿港元 中国制造业活动连续9个月录得扩张 扩张速度更是超过3年来的最快 而非制造业的扩张速度 也创接近8年半的最快 随着疫情防控取得成效 内地经济继续稳定恢复 中国国家统计局和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共同公布 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在11月份报52.1 比10月份上升0.7个百分点 好过市场预期 是连续9个月处于扩张区域 扩张速度更是2017年9月以来最快 构成制造业PMI的5个分类指数中 原材料库存指数和从业人员指数 仍然处于收缩区域 按类型划分 大中小型企业的景气度都有所回升 进出口景气度也逐步回稳 新出口订单指数和进口指数 连续3个月处于扩张区间 并创年内新高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 高级统计师赵庆和表示 调查的21个行业中 PMI处于扩张区间的增加至19个 制造业景气面有所扩大 不过行业恢复情况仍然不均 仿制服装服饰业继续处于萎缩 也有的企业表示 随着近期人民币持续升值 企业利润承压 出口订单有所减少 至于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 在11月份报56.4 比10月份升幅扩大0.2个百分点 并创2012年6月以来最高 铁路 航空运输 电信广播电视卫星传输服务 和金融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 处于60以上的较大扩张水平 建筑行业的景气度 同样回反至60以上 房地产 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 等行业的商务活动 则处于收缩区域 至于11月综合PMI产出指数 则是55.7 比10月份上升0.4个百分点 反映出中国企业生产经营活动 持续加快 稳定向好复苏态势 进一步巩固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周一在香港开幕 因为疫情原因 今年的活动一失线上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在开幕致辞的时候表示 香港具有人才 市场 以及制度的独特优势 是开拓一带一路商机的理想合作伙伴 本地企业也渴望借一带一路 来开拓海外市场 林郑月娥并透露 香港愿意尽早成为目前 一共有15个经济体签署的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一员 商务部副部长王炳南在论坛上表示 支持香港尽早加入RCEP 以及推动香港和更多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署自贸协定 而越港澳大湾区 也将成为香港对接内地市场 以及一带一路的重要发展平台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应急哲则表示 香港有能力积极参与到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发展格局构建当中 要强化香港的全球离岸人民币枢纽地位 推动航运向高端以及高富加值的方向发展 发挥香港企业的管理经验 帮助内地企业加强竞争优势 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谢峰 在一带一路高峰论坛致辞的时候表示 新冠肺炎病毒的严峻挑战将全球经济推进深渊 保护主义以及单边主义蔓延 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更为通显 而中国作为率先控制疫情的经济体 正在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 明镜是一共产党国短期成络的 国家关系统统的 决定的新发展 在顺利亚物和国家的增长 协谱表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矫正传统全球化的失衡结构 由现在全球化挖地兴建基础设施 促进产业合作 最大限度释放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发展潜力 协谱指RCEP签署标志着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 使时代潮流 合作共赢使人心所向 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将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开辟新空间 为新型全球化注入新动能 长欧五号探测器着陆器和上升器组合体 与轨道器和返回器的组合体 在科技人员精确控制下 周一凌晨4点40分顺利分离 着陆器和上升器组合体将会择机实施 月面软着陆进行自动采样等后续工作 长欧五号任务作为中国探阅任务绕落回三步走的最后一步 尽管从长欧一号到四号已经积累了大量的技术基础 但是其中仍然面临着多项技术风险和挑战 按规划 长欧五号探测器不仅要降落在月球 还需完成采样和返回 为完成多项任务 研制人员将其设计成多气组合体的形式 系统更为复杂 我们这个探测器总共由四个部分组成 然后它的这个形式有点像穿堂葫芦 从上到下一次是上升器 着陆器 返回器和轨道器 这四部分在发射的时候组成一个探测器的一个整体 四个探测器有各自的任务和功能 在执行月面采样返回任务过程中 四个探测器会根据任务需求 形成多种组合 通力配合完成任务 长欧五号首次月球采样任务中 面临的首个技术挑战是整体采样封装 这部分依赖于多个复杂机构 以确保样品保持原状 免受污染 其次 在无人照看 没有发射塔架和地面保障系统等复杂情况下 完成月面起飞也实属不易 随后 上升器和轨返组合体 将在距地球几十公里外的环绕月球轨道上 自主完成交汇对接 这也将面临技术难题 我们需要精确地预测这两个航天器 在月球轨道上飞行的位置和速度 由于我们两个探测器的大小是不匹配的 万一出现了误差 可能就会把一个小的航天器就可能会撞飞 那样的话就是再去对接就非常困难了 在完成交汇对接后 下一步是携带样品返回地球 但要从月球轨道上逃逸 精确地回来 这对轨道的设计也是非常困难的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感谢您收看凤凰五件特快 再会